一兄 果然是你 恐怕你二叔早就做了手脚 已经下了三天的毒 只要今天他已运功 丹田就会破碎 到时候 竟然是星木 这个星可是少见 父亲 要抽下一个人了 一个一个挑战太浪费时间了 你们一起上吧 这个小子是怎么回事 这么嚣张 一个人挑战三个高级五种 不要命了吗 父亲 这人竟然如此不受规矩 竟然自寻死路 妙 妙啊 原文 成英的这个外缘 怎么回事 父亲 这个叫木离的颇有傲气 当然也有些真本事 他既然敢叫嚣这遗迪多 那我们也不会反对 如果真的不敌丧命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小家伙 你还是下来吧 你依敌多可不是闹着玩的 万一 老家主放心 我既然敢上来 就能承受后果 是生是死 我都没有怨言 父亲 既然这位小兄弟 有那种雄心壮志 那便让他世上一世也无妨 成了 我们替成英高兴 他找了个好帮手 若是不成 那我们便将其剔除 其他三人抽签 再比过就是 成英 你觉得呢 我相信穆先生 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便开始比试 去吧铁牛 这人真是太狂妄了 竟然觉得我们三个人 连手都打不过他 难道我们真的要一起杀 这样岂不是很没面子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剪刀石头布 你输了 可恶 竟然输了 得快点把这小子打下去 好节约经理 一副剩下的两个人 小子 遇见我算你倒霉 滚下去吧 不 不可能 他不是中毒了吗 怎么不仅没有出问题 身理还这么强 好高明的借力之法 怎么可能 我赢了 我不服 肯定是你使用了什么阴招 有本事 再给我们打一场 就是就是 再打一场 不错 这人肯定耍阴招了 下来 下来 卑鄙的小子 不服 想重打 好 我再给你们个机会 你们一起上 嗯 嗯 爷爷来领教领教你 不 不可能 这人到底是何德实力 还打吗 不打了 不打了 大佬你赢了 你赢了 还有何人有意义 老朽宣布 本次比武大会 圣者乃是成英外援 慕黎 这只是一兄实力的一小部分 若你们知道了他的真正修为 岂不是要被吓死 这个结果 我不同意 这个小子 在三天前打伤了海家的使者 还言语辱骂 要挤回海家 退了圆圆和海少爷的婚事 而且 今天他之所以能使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也是因为使用了邪教禁药 你胡说 穆先生他可是 是什么 他要是真那么厉害 无尊厚布往上 怎么会没有他的名字 就是 还敢替我圆家悔婚 他算个什么东西 给我拿下他 听从家族处置 哪怕你没中毒又如何 我要你后悔走进圆家大门 给我上 消 消失了 再胡言乱语 下一次可就不会这么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远文 你来说 这个小子确实打伤了海家派来的使者 不过 我跟海家家族沟通过了 这只是他的个人行为 远远跟海公子的婚约 依旧有效 当然 海家是个大家族 但敢冒犯海家 定然会受到制裁 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小子 你就等死吧 海家主 请你们出来吧 原老家主 我们来拿个人 你不会介意吧 自然不介意 海家主请便 众文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兽年宗师 阴沙古边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剑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证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血鬼 圣殿梗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